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系 在24号上午举行的一场专题发表会 每位大师生都必须经过正式报告 将自己四年所学展现出来 期望借由这样的方式 培养学生的八大核心能力 符合国际认证的要求 才能够让从这里毕业的学生 都具备了专业知识和就业能力 一口流利的英文 仔细的解说自己的专题内容 他是来自高雄应用科技大学 土木系大师的学生陈嘉玲 会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专题 就是希望可以到国外研究 透水混泥土的相关知识 再回到台湾将所学应用在事物上 因为我对这个题目有兴趣 所以以后想要继续往国外发展 可以在这个领域做更深入的 因为你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之后 你可以因为你很熟它 所以你可以有更多的启发 你可能可以发明一些 就是对工程界有改善的产品 或材料之类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没有加上建材的部分 还有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罗振华 来到台湾学习家乡缺少的最新引荐技术 毕业后还想到英国精进相关研究 再回馈自己的家乡 因为BIM在马来西亚 其实没有什么普遍 然后是我过后来到台湾过后 我才接触到一个东西 是蛮先进的一个technology 过后要去英国念也是念相关的 所以会运用到这个题目 聚精会神小心翼翼的报告自己的专题研究 这些来自大师的学生 将自己四年所学 结合八大核心能力 就是要让每一位从高音大毕业的学生 都能够符合国际认真的要求 与世界接轨 高音大土木系就是参加我们工程教育认证 就是IET 那这个认证是属于全世界 需要在毕业之前 检视它有没有符合这些能力的需求 那因为核心能力里面会配合课程 那我们就透过专题制作 那这样我们会再做一些雷达土的分析 看我们的学生哪一个核心能力比较弱 然后我们再对应哪些课程 然后我们回馈到老师 教学的部分对学弟妹就有帮助 这样的专题发表模式已经进入第二届了 学校还聘请了校外的教授 以及业界人士一同担任评审 希望借由评点的方式 让学生可以更精进 整个专题的run的过程里面 具体就是实物上它需要的东西在哪里 那这部分有助于它以后 不管是升学或就业 帮助都非常大 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个绿建筑的概念 怎么样对环境可以融入 怎么节能 他们面对的这种施工的时候 或是建筑的设计的时候 他们就要有这个概念 不是好像为了一个职业 或是赚比较多钱 而是说我们对社会有一个回馈 无论是基本的学术理论 还是未来能否应用在实际面上 甚至是还要符合环境永续等等 透过专题发表的方式 不仅能够检视学生所学 也能借此培养国际所需人才 让高音大毕业的学生 具备了专业知识和就业能力 港东新闻 李正大薛乱针采访八大